台大告诉大家 我们每天如果不精进 就会无所事事 东看看西望望 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人生的消费者 你们消费的是人生啊 耗费的是你们的生命啊 我们要每天积极地面对的人生和付出 才是人生创造者 一个确信掌握了人间真相的人 是不会在乎别人的反对和认可的 学博人首先要相信自己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只有你能够创造你自己的未来 人在行善的时候很容易走偏差 因为有时候想做一件善事 但是他的果不一定是好的 在了凡四讯对善做了说明 善有真有假有阴有阳 有大有小有偏有正 不要以为有些人说我在做善事 实际上他没有功德 善事只有当他用自己的薄心和本性融化在社会当中 融化在为别人为众生而奉献的精神当中 这种善才叫纯善 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善事 实际上他造了恶业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什么叫真 什么叫善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博 思想要正 我们要正信正念的学博法 要正信正念的爱众生 反对邪法 邪教 反对一切危害人类心灵健康的东西 相信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纯洁 我们的意念会越来越干净 我们的心会向着菩萨迈进 但是呢 时间关系我不能讲了太多 因为很多人来还想叫台长看图腾 台长呢要留一半时间呢给大家呢 当场告诉你们 你们应该怎么样拥有你们未来的人生 实际上图腾呢 就是一个人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能量体 很正常的一种能量体 就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易经和八卦一样 是一种让人知晓生命的一种方法 看图腾不是台长的目的 台长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进入佛门 我们要民营国 懂轮回 好好的学博念经 这样才是正信正念的改变命运 台长只要讲得动 我就一直跟你们讲下去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相信 我们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 我们中华文化那是最优秀的 我们的佛法那是精髓 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大悲咒心经 我要走遍全世界 现在在全世界都有 心灵法门的我们的佛学共修会 都是合法的政府批准的这些慈善和一些佛学的机构 我希望他们发挥作用 还是我那句老话 一花独放 不是春 百花齐放 春满园 每一个人都要学观世音菩萨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你们在做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希望大家精进学佛 努力修心 共攀四圣 谢谢大家